電影時常點出這個世界上的問題 有時候是借鏡歷史來批判現況 有時候是藉由科幻來投射現實的困境 有時候其中所描述的情況可能並不是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 可能是別的國家,可能是別的族群 但是偶爾會出現一部電影尖銳地點出全世界人都選擇忽略的問題 Ingrid Goes West, In格力向西,就是這樣的一部電影 歡迎來到年度十大電影系列 我整個上半年都為了漫威而遲遲沒有開始著手這個系列 今年將會跟去年的形勢不太一樣 之前我簡單介紹過我非常喜歡的39部電影 這次我想要深入探討前10名 而我的十大電影的第10名就是因格力向西 這部電影並沒有在台灣上映 當我在它終於出藍光之後,看了著實覺得相見恨晚 這部電影並不是個恐怖片,但是卻讓人毛骨悚然 故事開始時,主角Ingrid正著迷地滑著Instagram 但是她發現她的朋友並沒有邀請她參加婚禮 於是就帶著辣椒盆舞前去鬧場 結果這個新娘根本不是她的朋友 我們發現Ingrid其實是個邊緣人跟蹤狂 在那之後她被送到精神病院,但是出來之後死性不改 繼續漫無目的地滑手機 不用想也知道她馬上找到了新歡 住在洛杉磯的Taylor Sloan 於是馬上拿了母親留下的6萬美金遺產 打包行李前往這個夢幻的城市 並且創了一個新的IG帳號 之後她毫不猶豫地向一個編劇代表租了房子 開始展開她的跟蹤狂計劃 吃Taylor在IG上PO的餐廳去她去過的理髮店 有一天她終於在路上偶然遇到了Taylor 並且一路跟蹤她回家 但是她的迷美行為當然不止如此 她趁Taylor和她丈夫出門的時候把她的狗帶走 我們就先不要探討為什麼會有住在洛杉磯的人不把門窗鎖好這一點好了 一切都按照她的計劃進行 Taylor貼出了邪尋告示 Ingrid假裝自己偶然找到這隻狗把她帶回去 Taylor開心地邀請她到家裡吃飯 此時我們看到她的確是個典型的網美 自稱為攝影師但是其實只是常常在IG上做業配 而她的丈夫是個藝術家 而這就是她的藝術 但是作為不擇手段想要討好兩人迷妹 她馬上買下了其中一幅 要價1200美金的藝術 Taylor提到她需要一台卡車才能把他們拖車拖到國家公園 Ingrid靈機一動找Dan也就是她的房東界卡車 但是她保證會在當天晚上6點以前還回來 完全沒有任何事情會出錯對吧 不要說她當然沒有按照約定時間把車還回去 而且還騙Taylor說這輛車是她的男朋友的 你為了拿到這輛車的東西? 糟糕 我只是給她一個砍刀 你真有趣!我愛你!你真有趣! 在深夜終於要回去的路上了 因為唱歌唱得太開心而把車撞上欄桿 完全在意料之中電影裡面開車的人在那邊唱歌 你還期待會發生什麼事? 回到家之後Dan當然氣炸了 但是Ingrid似乎並不特別愧疚 她只在乎Taylor在IG上標記她的照片 她之後試圖跟Dan重修就好 但是想當然而並不是真心的 而是因為Taylor的渣男弟弟Nikki 不斷的嘲笑她說Dan是她想像中的男友 而為了圓自己的謊 她決定討好Dan 並且馬上跟她交往 隔天兩人一起去了Taylor和她一群朋友的派對 殊不知Nikki看到她手機的解鎖密碼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發現Nikki拿著她的手機坐在房間裡 並且說她看到Ingrid所有的秘密 其實我的最愛的東西是 你會有Taylor的最愛的餐廳 Taylor的最愛的書籤 Taylor的最愛的餐廳 你為什麼要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Nikki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用這些資料來向Ingrid勒索一大筆錢 但是Ingrid拿不出這筆錢 於是想出了一個主意 她叫一個路人打她一拳 回家騙Dan說這是Nikki打的 慫恿Dan給她一個教訓 將她打孕之後丟在沙漠中央 但是瞎地Nikki並沒有表面上看來那麼瞎 她馬上就想到這兩個蒙面人是Ingrid和Dan 並且告訴其他人她的秘密 Ingrid慌忙的不斷打電話給Taylor 當然只有吃閉門根的份 但是她仍然不死心 使出跟蹤狂的最大招數 買下Taylor在國家公園對面的房子 但是此時她已經把她的錢花光 房子被斷水斷電 連衛生紙都買不起 走投無路的她 半鬼走到Taylor萬聖節派對 幫自己手機充電 好死不死怡倫踩著她頭上的床單 讓她尷尬地在全部人面前現身 在正爭吵之後她終於離開 回到自己房子點起蠟燭 在IG上錄了一個掏心掏肺講述自己孤獨的影片 向自己的追蹤者道別 吞下了一整罐藥丸 準備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她在醫院醒來身旁全都是氣球和禮物 我們這才知道Dan在看到她的影片之後 趕忙叫救護車送醫急救 結果她的自殺影片爆紅 許多人都為她加油打氣 Ingrid 一個失去了活下去理由的跟蹤狂 現在變成了網路紅人 這句話是在去年電影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台詞 如果你沒有任何可以分享事物的人 那活著有什麼意義 對於現代人來說這是個一針見血 但是沒有人願意承認的自敗 也許有人會說我自己就可以過得很好 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來說 無論是在我們潛意識或者自知之明之中 我們都希望我們做的事情可以與他人分享 然而我們卻沒有停下來思考 多少分享才是太多 哪些又是我們認為是別人想看到的 而不是我們自己真正想分享的 Aubrey Plaza的演出是這部電影非常出色的重要原因 他並不會請求我們的同情 展現出了Ingrid知道自己有問題 但是又停不下來的悲劇以及荒唐 一部比較不那麼尖銳的電影 可能會塑造一個改過自新的救贖故事 或者讓結局稍微有那麼一點希望 但是這部電影完全不懼怕點出人們對於網路的依賴 以及其中所展現出的虛偽 在電影中Taylor營造出一個美好的形象 一個完美的加州女孩 但是重點就是那兩個字 引造 現代眾多的網紅與以往名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仿佛可以知道他們生活中發生的所有事物 仿佛他們只隔著觸手可擊的距離 但是這些都只是呈現給觀眾看的面紗 一張拍了許多次的照片 修改了許多次的貼文內容 看看要套用什麼濾鏡 我們想要相信這些都是我們真實的樣貌 但是在多數時候 就如電影中 Taylor說他小時候假裝自己是蝙蝠俠來逃避現實 人們用塑造出來的樣貌將自己呈現在網路上 而這其實是非常累人的 尤其是對於影響人士來說 影響人士就是網紅比較好聽的稱呼方式 霹靂派談過一個身為創作者所累積的精神壓力 將近3000萬訂閱的西班牙YouTuber ElRubius 最近也說過要休息一下 Bobby Burns Casey Neistat 都談過這個問題 你可能會說那就呈現真實的自己就好了 幹嘛搞得這麼累 但是像是Taylor在電影中展現出的什麼都是最好 一切都非常陽光的態度 有時候其實並不是自己想要的 而是觀眾不想看到其他類型的情緒 許多時候當一個影響人士公開展現自己真正的想法的時候 常常會被說玻璃心或者自以為是之類 除非這種傾吐心聲非常聳動或者引人注目 例如這部電影的結局 這段戲不禁讓我想起鳥人 主角只有在最後表演中展現真正的自己 拿真的子彈對自己開槍 才造成轟動以及支持 就如Ingrid在自白之後試圖吞藥自殺 反而造成爆紅 這其中著實有著諷刺的悲劇 人們不想看到網路上其他人的真實樣貌 除非這個真實樣貌比塑造出來的形象還有娛樂性 電影中也出現一本書 John Didion的The White Album 他可以說是在網路世代出現之前的網美 他書中的文字都透露著某種很酷的氣息 某種加州的陽光態度 甚至說他是白人女孩的典型代表也不為過 他所描述的經歷以及想法不免讓人覺得有篩選過 仔細的營造過 就如Taylor的IG貼文 只是照片換成純文字 但是在電影的後半段連衛生紙都沒有的 拿了這一本書來擦屁股 好似是在批判這種過濾的人生 叫我們回到真實的 沒有過濾過的世界 但是網路也許沒那麼壞 這仍然是一個我們可以分享熱情的平台 仍然是一個讓別人看見我們的平台 也許我們需要的只是多一點真實 感謝各位收看 你有看過這部電影嗎? 你去年的第10名是哪一部電影? 想要看到更多電影介紹和解析請訂閱這個頻道 我是超立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